戴着黑口罩 现身立法院接受质询 卷入桃色风波后 熟度镜头前露面 衣服会执行着王碧胜 面容有点憔悴 见到镜头就躲 和太太关系回到正轨了没 王碧胜低调快闪不说话 但户外型延烧大伤指挥中心形象 摄影近一个月 与先前比起来 身形销售了不少 重新振作恢复工作岗位 全因Omcron来势汹汹 不用等间隔半年 一到三类第一线人员 间隔满五个月 就能打第三剂莫德纳当追加剂 而且不用透过中央系统 医疗院所直接预约就能打 另外也加购五百万剂AZ 已经签订合约 可选次世代疫苗 口服药除了一万份默克 辉瑞口服药也将签约 全力备战Omcron 只要发现Omcron的确诊个案 他不管有没有打过疫苗 都要用14天的高规格的A方案 来做14加7的这样的一个 强制的这样的一个 集中检疫的这样的隔离跟检疫 城市中曾预估最快12月 就会在境外移入个案中监测到Omcron 公卫专家呼吁 感染Omcron的个案 不管有没有打过疫苗 一律隔离14天 指挥中心也定案 春节专案检疫期间裁检 不用搭车到医院 直接在检检所和防疫旅馆裁检 一天报告就出来 降低任何移动 造成的传播风险 下期视频的铃铛 就有林文鑫才不得到